美国的无人飞机针对塔利班狂轰猛炸造成无辜平民伤亡 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晶圆条件也被认为是干涉主权 引来巴基斯坦民间的强烈反弹 而在阿富汗的首都街头学生发动反美示威 他们用火烧欧巴马的人像抗议美军烧毁可兰金 11月7号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 挑战现任总统卡萨的前外长阿布杜拉 质疑选举不公要求撤换选委会的主席 否则要退出选举 也让外界担心这场投票未必能解决僵局 反倒可能制造更多的纷争 这个星期四 18名在阿富汗阵亡的美军遗体被运回美国 也让今年的10月份成了阿富汗战争8年来 美军伤亡最惨重的一个月份 美国在波湾战争后 曾经对美军遗体返国的新闻采访下达禁令 不过这一天 欧巴马却成了少数参加引领仪式的总统 这一年纪是一年纪录像的重温 我们的年轻人和女人在每一天都会 接着每一天都会经历 伤的重温我们的历史与我们的家庭 都会承受到任何时代的战争 应该承受到如何我看这些困难 当年在越战期间 美国媒体对离难美军的报道 左右了民意对战争的支持 如今阿富汗是否要持续增兵 让欧巴马两个月来陷入长考 持续增兵就要忍受牺牲人命的代价 撤兵却可能让美国全盘皆输 西方媒体说 这将是三军统帅欧巴马 面临的第一场关键决战 这将是三军统帅 人类不断地复制历史 1929年大萧条 然后2008年雷曼兄弟迅速倒闭 在当年的越战 1950到60年代 美国掀起了全面的反战 而在所有的反战运动过程中 所有的美国婴儿潮 他们印象最深刻的偶像 那就是Beatles 现在美国似乎又逐步回到了当年反越战的风潮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特别介绍的 是在当年1950到1960 四个英国大男孩 这小小的四个英国大男孩 却整整创造了三十年四十年 甚至五十年世代的新潮文化 席建全球 四个男孩来自于英国的Liverpool 当时他们组成乐团 从来没有想过这一天 组成乐团的日期呢 是1960年 到明年为止 刚好整整五十年 他们所属的唱片公司 决进重新以新的数位混音的方法 录制 把他们原来的原因 用新的编曲 新的录音方法重现出来 结果才不过发行五天的时间 Beatles到现在为止呢 仍然充满了到处的乐迷 总共225万张 在五天之内全部发射完毕 那么明年50周年 Beatles也让我们回想 1960年成立的这四个男孩 所创造的战后 最重要的文化潮流 Beatles这个1960年 成立于英国利物浦的摇滚乐团 不只风靡当代 还深深启发后代音乐人 影响力恐怕至今无人能及 60年代 他们当红的时候 所到之处万人空向 歌迷的尖叫声 此起彼落 Petles 两位吉他手一位贝斯加上一位鼓手的四人组合 虽然来自英国 却也成功打入美国流行乐市场 是美国史上最畅销的天团 创下6张钻石专辑 24张夺白金 39张白金 及45张金唱片 成绩傲视群雄 好的 Let it b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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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will be an answer Let it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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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opher whatever rhythm Let it be Petles 一路从青春偶像 蜕变成前尾先锋 融合各类型曲风 突破创新摇轨约 把旋律化作语言 甚至用艺术反战 主张和平 开创流行乐风潮文化 Petles 热潮也渗透 当时流行文化的每一个细胞 从音乐 髮型到服饰也行 How about a special message George Yeah I very very happy Christmas And send me jacket back It's cold John Garry Kremble Manny Rudolph Ringo Merry Christmas Happy New Year See you soon Not to luck And many presents And happy Kremble That's all I think 当时的英国首相威尔逊 不仅提议颁给Petles 英国皇室的帝国勋章 更亲自颁发娱乐界的最高荣誉 It's very nice It's very nice indeed To get Especially to get One each Because we usually have a bit of trouble Cutting them in four I'd just like to say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a great honour Thank you Now call Same goes for m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giving us this Silver heart But I still think You should You should have given one To good old Mr. Wilson Anyone who knows us No I'm the one That never speaks So I'd just like to say Thanks a lot I'd just like to say The same as the others Thanks for the purple hearts Silver Silver No I know This is fine This is fine It's fine Can you say This is fine I'm gonna call them It's fine It's fine Next what you think And the same This is fine 很深的瘦 瘦的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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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他殺了 我會獲得他的名字 明年就是劈頭四五十週年 唱片公司花了四年的時間 在他們過去的錄音室重置 數位混音的劈頭四大權 雖然半數成員已經凋零 但仍創下發行五天 就破225萬張的記錄 瘦的瘦的魅力依舊驚人 傳奇的樂團 而且它創造了 是整整從1960年 1970年1980年 所有後面成長的嬰兒潮 深受其影響 瘦的瘦50年 勢必在全世界 在掀起對於瘦的各方討論 無論如何